谁如果真的相信詹姆斯能降薪许 那才是真的天真中的战斗机 这就是顶流带来的市场煽动力 效果是有了 可看看结果 胡人在老瞻诚意满满的降薪许约的条件下 大好的局面 三个交易日里最大的签约 是四年三千二百万给了季欧赛 几乎没什么出场的科比皮肤克里斯蒂 给了自己选的17号新秀跟布朗尼保障合同 不光市场的大鱼 克莱瓦兰德罗赞一个没戏 就连雷迪克现在连个助理教练都找不到 胡人粉丝和詹姆斯粉丝的兄弟们 所以请仔细的把球哥要表达的意思听完整 最近我们的评论区非常热闹 大家表达意见非常有见解 而且无脑黑粉的比例持续降低 我心甚畏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积极讨论 本期球哥从詹姆斯降薪立体人性的分析 到胡人影员步步维艰的原因 到接下来胡人的走向做详细有深度的分析 喜欢球哥视频的 也鼓励你把球哥的视频收场转发给你深藏不露的朋友 直接说球哥判断的结论 老詹就是要顶行续约 他跟胡人虽然已经合作了六个赛季 但始终还是像相亲认识的恋人一样在试探 这就是任何拥有詹姆斯的球队需要习惯的事情 你既要享受詹姆斯在队里带来的巨大流量红利 也会担心詹姆斯离队的决定可能就在明年 从回到骑士夺冠之后 詹姆斯的每一份合同 几乎都是拥有第二年球员选项的一加一合同 这次也一样 并不是大家之前传的三年顶行1.62亿 而是两年1.04亿 也是第二年全选项的老路子 只是其中加了一个交易否决权 有多视频主以此猜测 詹姆斯可能下赛季就是退役巡演 然后对NBA扩军当老板会有想法 我这里不反驳这个思路 但我想结合詹姆斯一个大摩羯的性格 来补充几点关于人性的判断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首先詹姆斯能放出这个愿意降薪的口风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对胡人兑现承诺 选中国王之子布朗尼的一种回馈 相当于酒桌上 人家敬了你一杯 你总得回敬一杯 推杯换展的事情 不用太当真 你知道一个新秀 如果是普通的二轮末新秀 第一年新秀赛季 是不会给很多登场机会的 就算人类二轮秀天花板 约基奇跟逆袭猛男追猛格林 也是在新秀赛季 正好遇到了正牌首发 努尔基奇跟大卫里的伤病 缺席了才抓住了机会 打出身下走上了逆袭之路的 但很明显布朗尼不是这个类型 大部分的新秀 都是要放到发展联盟 打大半个赛季的 但胡人跟詹姆斯都知道 布朗尼的入选就意味着 不仅要给工作机会 还要给足曝光机会 要知道上场的时间就那么多 胡人既然要这个父子同台的流量 就一定会花大力气培养布朗尼 如果詹姆斯直接来了个顶心 把胡人的薪资锁死 那么吃相就有点难看 这就相当于胡人做的更到位 詹姆斯跟儿子 有点给外人的感觉 就是受了恩惠吃了空想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看 虽然詹姆斯说雷迪克的入选 自己没有任何授意 也没有暗箱操作 这个东西我觉得只有 无知妇孺才会相信 以我对老詹的了解 他对于东方的 厚黑鬼骨子这一套 他是最门清的 只是他不知道 咱们东方人都看过这些东西 大家知道詹姆斯签约之后 胡人不仅没有了薪资空间 使用中产补强 也没有了人员短缺 给合约的人就已经满了15人 可以说没有任何补强的胡人 即将开始新的赛季 看看现在联盟招兵买马的动向 特别是一卷8000里的西部 从第一雷霆 补强了卡鲁索跟哈尔滕 内外都是提升 而且没有了吉利这个投射短板 第二绝筋虽然一直在流血 也一定会比薪资弱 但胡人能打得过绝筋吗 第三森丽郎损失了李凯尔 但基本框架不变 快船损失了乔治 但补充了好几个 实力大于名气的汉匠 童铁侠引进了克莱 太阳本身三巨头 进攻的上限还远远没有达到 胡人后面的醍醐 引进了德章泰木雷 国王没有什么隐缘 但是胡人打破国王的概率很大 因为农眉打破小萨 勇士引进了李凯尔 马斯引进了保罗 文班再进花一年 火箭的年轻人都在掌球 可以说除了后面的爵士跟开斗者 胡人都没有包赢的比赛 还没开打就又复加赛见了 如果又打复加赛 以詹美的老花程度 下颗上你能扛几场 上个赛季独云霞 老虎一路逆袭到总决赛 既有运气也费了老劲了 所以又是一个毫无见数的赛季 但这个形式大家能看懂吗 我就想问 如果布朗尼签约 父子同台 老瞻同时笑纳三年鼎心 胡人交易所死 旧赛走不远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赖谁 当然是詹姆斯父子 孩子不懂事肯定得赖爹 这是詹姆斯不愿意承受的 你想他一个雷迪克 都不愿意往身上揽任何责任 更何况一个赛季的失败 你们知道 科比最后两个赛季 自从早早的知道 要退役巡演 有多少人开始骂科比吗 甚至有之前科比的铁粉 都粉转黑 其实科比的退役巡演 钱胡人赚了 但骂都是科比背着的 所以胡人最后两年的挺心 是给科比挨骂的补偿 但我们说的第一点 是詹姆斯喊匠心 算是我拿出来一个 你们选我儿子的态度 让胡人的管理层 觉得这个老爸做事上路 但胡人也仅仅因为 如此的一个举动 把胡人未来战绩 再次背到了管理层的身上 也就是我们舆论导向所说的 胡人如果詹姆斯 都愿意将心续约了 你们再谁也弄不来 弄到胡人要以去年的阵容 和升级了的西部 猪墙卷不过 那么责任 是不是胡人管理层的 而不是詹姆斯的 大家这个关键点想通了吗 想通了弹幕打个想通了 我们继续 跟着球哥的思路 别溜号啊 精彩的来了 詹姆斯的将心是有条件的 第一是必须是詹姆斯 顶此我并不关心 所以瓦兰不要说 三年三千万签约了奇才 就是瓦兰愿意来胡人 那理论上将心腾出了这些钱的 詹姆斯不见的同意 还是抢不到 而克莱想要多少钱 至少1600到1700万 德罗战呢 至少有2000到2500万的长约 那么第二点 詹姆斯将心腾出来的 1290万的全额中产的就不够 还是需要胡人交身税来贴 以珍妮巴斯一个中年老妇女的秉性 每一分都是在割他的肉 所以詹姆斯只是拿出来一个态度 我感谢你们选择了我儿子 作为回报 我要给你们争冠承诺 我不会带着我儿子躺平 那么我将心可以 但必须是我看中的人 我看中的人远高于我将心腾出的空间 那么大概率还是抢不到 要抢就要交重税 这就是老阿姨的逆临 要精打细算 所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然后既然我让出的钱 你们签不到 我还是要签顶心 所以战绩如果不好 我给你们补强的机会了 是你们自己不中用 我疯疯光光的陪我儿子打球 到推议给你们赚一笔钱 但球迷不能像马克比一样骂我 这就是詹姆斯的闭环 你佩服吗 既赚了钱 球队战绩你还不能赖我 不是我摆烂 是你们不中用 所以三年顶心 选中布朗尼 说要降薪 两年顶心 就是詹姆斯步步为营的一个布局 这里敲黑板 大家学到了吗 那为什么不是三年顶心 而是第二年球员选项 而且拥有交易否决权的两年顶心 这个就更加牛逼了 估计全网没有几个视频主 能把这个事说透的 想做点生意的 把球哥这个看懂 估计都能少赔点钱 三年顶心意味着什么 和胡人的深度绑定 就是我要在你这推议了 最后一笔破天的富贵 我给你胡人了 但两年不是 特别是最后一年 球员选项就意味着詹姆斯 可以不要你的五千万 而继续保有去其他球队的可能性 就像今年的保罗乔治一样 我可以裸牵其他的球队 今年你球队给我的尊重怎样 对我儿子的培养尽不尽心 球队是不是保持竞争力 胡人只能等到一个赛季结束 看着詹姆斯愿不愿意留队 或者去其他的地方 把推议巡演的几十个亿都带走 而中间如果胡人跟詹姆斯合作不愉快 想趁着詹姆斯合同还在 跟其他的球队做交易 老瞻换走都不行 因为只要詹姆斯不同意 胡人跟谁都交易不了 如果詹姆斯对其他29支球队都不满意 那么胡人还是要等到 合同结束的球员选项 所以这份合同就深深的 把胡人的咽喉卡在了自己的手里 什么时候发力 怎么发力 给个痛快的还是慢慢折磨 都在老占自己 那么胡人剩下的三年或者两年 都会被这份合同拿捏 詹姆斯自己的思维 加上顶级经纪人李奇保罗的思维 让这个流量为王的年代 对球队的掌控 获得最大利益和话语权 詹姆斯已经是球员里的天花板 甩桥单几条街 能跟詹姆斯相提并论的 只有莱利跟安吉这些人类精华 其他人都不行 当然还有球哥 我最起码看穿了 最后简单聊聊可怜的雷迪克 助教团一个没有 懂临场指挥的斯托茨 多次的拒绝胡人 懂团队训练的凯西也不来 包括擅长球员配合训练的斯塔克豪斯 都不愿意来 雷迪克还是个光杆司令 但我相信随着老瞻合同的签订 他不会看着这种尴尬继续 其实教练比球员脑子稍微好使一点 他们好多人都看出来 自己过来是陪着詹黄父子退役巡演的 而雷迪克作为一个职场菜鸟 他没啥名声 这两年没啥成绩 可以在等詹姆斯退役之后 东山再起 如果他真的有东西的话 但这些名帅不一样 他们要么就当过球队的主教练 像凯西跟斯托茨 心里想着有机会 再重返主教练的岗位 跟着雷迪克抱詹姆斯的大腿 必然前景黯淡 不值得拿半生情欲来赌 不是詹姆斯会害他们 而是一将攻城 万古哭着躲避不了 要么像斯塔克豪斯 在助教群里边很吃香 不愁吃饭到哪都一样 没必要到洛杉矶来蹭热度 所以这也是受到詹姆斯的影响 但为什么我说詹姆斯 不会看着雷迪克广告尔司令呢 他会动用自己的资源 找到一些退役球员 给雷迪克来撑场面 因为越往后越尴尬 现在热搜都是胡人 胡管无能 佩林卡浪费詹姆斯将心 浪费詹姆斯天赋 随着更多的教练拒绝胡人 人们会发现 胡人的不作为 跟詹姆斯的运作有关系的时候 那么对詹姆斯的风向就不利了 詹姆斯宁可助教团里 站着什么小莫呀 麦克米勒呀 或者湘伯特GR什么的 都不会让他一些位置空着 但这些人的能力可想而知 所以胡人从战绩上看就别奢望了 人不能什么都想要 对吧 作为胡人球迷 就好好地看着詹姆斯最后的时光 看着父子同台 这就挺好 不知道今天邱姆斯的分析 你们能不能听明白 就是詹姆斯是要在职业生涯后期 继续追赶乔丹的 但是是影响力跟赚钱和流量的能力 不是冠军 你怎么看这些操作 是不是学到了很多 如果球哥的分析能让你在自己的领域 能够每天多赚个十块八块 那么球哥倍感荣幸 我们分析人性不是为了唾弃人性 而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基础上 让自己更有竞争力 欢迎大家评论区聊球 喜欢球哥视频的 收藏转发小星星 比心